又有22号 久违露面的胡哥现身朋友婚礼上 还有网友晒出胡哥再次当伴郎的照片 虽然新郎不知道是谁 但从胡哥的出场来看应该是好兄弟了 当天在婚礼现场 胡哥身穿灰色西装 即粉色蝴蝶结 留长发还杂起小便 个性的造型帅气的模样 在伴郎团里十分抢劲 婚礼游戏环节 胡哥和众位伴郎帅哥们 还穿上了粉嫩兔女郎装 耍宝卖萌玩游戏十分搞笑 据悉胡哥还抢到了两位新人的爱情信物 手捧花 突然的喜事让老胡也是激动不已 手拿话筒激情澎湃 现场给新人们送祝福 虽然身为大明星 但来参加朋友婚礼 胡哥非常低调 大家都知道 这已经不是胡哥第一次当伴郎了 早在2016年 他就参加了好兄弟袁红的婚礼当伴郎 这次算是第二次 网友们看见胡哥又再次当伴郎 还上演了大型的催婚现场 纷纷催促37岁的老胡 尽快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那这样接地系的胡哥 你们喜欢吗 欢迎留言评论